今天台湾Master的单元 我们要访问到的是 台湾克莱雅国际开发公司的总监 他就是蔡丽玉蔡总监 总监你好 你好 请教一下 就是在从1996年开创至今 舔手之足 跟您的先生林总经理 一起可以开创这个品牌到今天 这过程经历了19年多 我想这中间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心路历程 总观来讲 其实我还是非常谢谢 每一位工作团队 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上尽心尽力 另一个要特别感谢就是我们林总 他给我这个舞台 可以让作品能够在台湾每个角落都看得到 蔡总监 我知道你们真的是对于客人的服务不遗余力 但到底是如何让他们感受到 这么尊荣的服务呢 在我们林总 他这个以客为尊的理念之下 我们各路线的经理人 他们在我们的现有的点上 小点换大点 为了就是提供我们的VIP客人 有一个更宽敞的购物空间 在整个设计部的研发部门 也是在这个以客为尊的理念底下 当然在每一季商品的开发过程 将国际的流行趋势 融入本季的商品 这是设计师必要做的 可是怎么去开发这样的商品 我想服装设计公司 我们目前其实做的不仅仅只是设计服装 他整个周边配件整体造型的搭配 周边商品的完整度 对 你们从帽子 包包 配件 还有饰品都有 是 设计师更是要走到专会 来更贴切地贴近消费者 更了解消费者 你们也提供很多造型的一些顾问的服务 对 那另外我们的这个时尚造型顾问呢 定期的要回到公司 做定期的培训 从公司得到的一些专业知识 然后再带回会位为客人来服务 在你们的服装里面其实是分成三条线 一条是属于你自己设计的比较高级的定制服 然后一条是走比较时尚休闲 和时尚都会的风格 是不是可以请蔡总监帮我们介绍一下 整个客来的商品还是围绕在一个全方位 为台湾提升台湾女性穿着的理念来进行 我可能在一天当中晚上我有个宴会 或者下午我需要出去跟人家有个聚餐 可能我中间我在上班 那我怎么穿着呢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 为什么会成立有三条线 这样子来区分 那让每一位女性 她在适合的场合 穿到合适的衣服 我记得去年在访托会举办的台本魅力展当中 也看到你们大型的服装秀 服装的面向不但多元 而且服装的精致度也非常的高 我觉得很多主播都很喜欢穿你们的服装 对 在已过的五六年来 克莱雅的确办了几场大型的服装秀 那办这个大肠服装秀的同时呢 我们也结合招待我们的VIP入住五星级的饭店 有啊像我自己也去参加过你们有一场在淡水福容饭店的活动 那天我还碰到了陈亚玲和陈海英两位主播对不对 他们也都非常喜欢你们的服装 而且在现场也大家一起就直接看完秀就开始毫不犹豫的大买特买起来了 其实在这样带着我们的VIP客人跟我们一同做秀 跟着我们住饭店跟着我们体验这样的生活 也跟着这个品牌在成长 真的非常非常的珍惜它 他们可能每年也都非常期待这个日子的到来 对他们而言好像也是一种幻季的这个享乐对不对 是 所以在这个迈入第二十年 我们当然也好早就在精心规划这个二十周年这一场服装秀 听说会在文华酒店东方文华酒店举办 对 我想在这个文华酒店 可以讲嘛 对不对 对 可以让大家期待一下 是 所以在迈入这个二十周年的同时 我们也在规划这一场秀将在九月九号 那一面办秀 一面当然不例外的 还是招待我们的VIP入住文华东方酒店 接下来你还有哪些未来的计划呢 未来我当然要呼吁大家多多爱用国内自创品牌 在克莱雅即将迈入第二十年 我想我们有这个社会责任提升台湾的女性穿着品位 成为台湾的领导品牌 那我期许克莱雅成为台湾的领导品牌 所以我们不仅仅在台湾做好努力 做好准备 我们当然也不忘在国际间破点 参战 那我们希望能够站稳台湾 放眼国际 在这里我们真的要祝福克莱雅 然后也期许克莱雅为我们台湾争取更多的机会 能够就像您讲的一定要站稳台湾 放眼国际 今天非常谢谢你接受的访问 谢谢